小飞像章鱼 学名烟灰啸 是一只生活在四千米海底的小可爱 章鱼卖萌术 主要靠天赋 就像那大眼蒙穿着裙子跳着舞 生活在深海里的生物大多都长这样 这样 还有就是这样 但这货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可爱 不是都说好了在没人的地方随便长长的吗 因常年生活在水下四千米的高压种 所以它也不能被当作宠物来养 除非能提供同样的压力 比如把它放进高压锅里 再撒上那么点洋葱和大蒜 一份甜美的章鱼小丸子就能横空出世 小家伙的吸盘和鱼鳍周围进化出了发光的器官 肚子饿了时吸引猎物会发光 遇到危险时驱赶敌人会发光 对着你卖萌时它更会发光 这时的你有没有被萌出一脸血 它不像别的章鱼一样靠着触须来行动 而是依靠头部两侧的鱼鳍 以每小时三米的速度来前行 如果偶遇捕猎者 它可以用卖萌的方式来萌死对方 或者用触须蒙住自己的眼睛 看不见敌人的同时 敌人也就看不见你 这可爱的小家伙 你看得见吗